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再给大家带来一局不公平的一块地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个残局的片段 因为这一局的时间打的比较长 打了二三十分钟,我们就把懒得做上下级的 直接走这个地方给大家放 而且这个地方也比较有意思 现在是一个三国全面 我开局打那个重工位,打那个飞机位 导致我这个基地死掉了,现在只有一个基地了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守住了 我们现在成一个三国局面 这个三国局面我在中间感觉不太好玩 而且我想去打这个陈王社 你们看陈王社这个阵型 他这么多地宝天气都摆好的阵型 就是等我来,新的乡,我姿势已经摆好 我躺在椅子上喝着咖啡,等你冲进来送 这我怎么敢冲,他这个基洛夫这么多 而且天气地薄,你看摆成一个口袋型 就等我往里面钻,对吧 我这个钻进去我就死定了 所以说我们不能冲 这一局没办法,他这个阵型摆得太好了 冲也冲不进去 如果出光领坦克也不行,他那里有基洛夫 然后呢,我还得小心这个后面的游里改位置 这个游里改位置呢,前面整一下我 前面他用海军打我 打我的话呢,被我这个海豚把他的海军全部整掉了 对吧,现在他出不了船场了 出一个船场呢,我就用这个海豚拆他的船场 一定要守住他那个船场,不能让他出导弹船 这个局面呢,我看了一下 要想赢的话,只能先打城皇上 因为你打游里改的话,没有意义啊 反正他也出不来 他招海军呢,他也出不来船场 出一个船场呢,我就拆他的船场 然后他把基洛夫派过来 我就把他的基洛夫打掉了 这个小黄呢,最起码招了十个船场 他就想出海军 他招个船场,我就拆他一个 招个船场,我就拆他一个 他又没有办法,对吧 他招基洛夫也不行 招基洛夫,我有防空车 招这个海军呢,我有海豚 然后他呢,只有唯一的办法 就是坦克冲出来 你要想打死我的话 只能坦克出来啊 然后这边,你看 导弹船要炸火坦克 广快把坦克分在这个小岛上面来 打他的导弹船 这个陈王舍真心摆得很好啊 他这么多天旗光临 他心里想呢,他那个位置是刷兵位置 我不去进攻他呢 他过一段时间送两个天旗 过一段时间送两个光临 送两个基洛夫,你看 他家里的坦克越充越多 然后这个陈王舍看到我的海豚比较多 他提前把海军派过来 派了这么多驱逐舰过来打我 但是我也有很多海豚呢 我的海豚呢,是潜伏在水里面的 他看不见,你看到没有 你直接冲到我家里来 瞬间就亏了 亏了以后呢 我们广快把这个海豚派下来 继续追,追他的这个驱逐舰啊 他那个位置呢,也会刷海军啊 这个驱逐舰都是刷出来的,对吧 都是送的啊,不是自己造的 先把他的驱逐舰全部打掉 而且还得小心这个游里改位置啊 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也没什么钱啊 你看,我这个位置呢 虽然送了很多油田 但是我的经济也不好 感觉呢,要出几个牛车啊 出几个牛车,踩一点框 然后我这个海豚呢 一看他的海军打输了,对吧 打输了以后呢 我们就过来,过来准备拆他的船长 也把他的海军全部消灭 但是这个对手呢 他很很聪明,对吧 他把那个导弹船呢,停在上面 就是勾引我过去打,对吧 因为我过去一打的话 他上面有光明,你看到没有 我一打呢,我的海豚就显行了 一显行就被他光明整死了 哎呀,这不行,这光明打海豚相当厉害啊 等一下打着打着呢 就给他送了三星光明 反正呢,我这个海豚我也不打 我就停在这里,不让你的海军过来 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小黄呢 又出了一个船长 这小黄呢出了好多船长 他就是趁我打这个城王社的时候 打这个城王社的时候呢 他偷偷摸摸出一个船长 广快的载那个海军啊 载了海军以后呢 他就想抢回自海权,对吧 怎么可能我们直接过来 被你由你控几个没关系 我只要拆掉你船长 因为他那个位置比较穷 他造一个船长一千块 你造一个我拆一个 我看你有多少钱造船长 然后这边也造了船长 对吧 这边造了船长呢 我们把海军派过来 直接拆掉他的船长 你看他还在出导弹船 先把你船长一拆 控制他们的海军数量了 但是这样耗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这样你们说该怎么打 打到这里的时候呢 这个城王社我躺个冲不进去 海军呢也没什么优势 对吧 而且这个游离改呢 一直对我俯视眈眈 你看这边又出了个船长 如果我造航空母舰的话呢 估计现在经济不好啊 而且一艘航母也炸不死的 你看他家里多少防空 多少海螺 这个海螺打又不敢打 一打的话就被他光影整了 然后这游离改呢 他想了很多办法 就是整不死我 出海军呢也出不来 出基罗夫也没用 他受不了了 带着游离改 把桥一修坦克冲出来 对吧 你冲出来我直接冲过去 我怕你什么游离改 我知道你这么多坦克 你游离改空得过来吗 你点名你都要点半天 你竟然敢修桥冲出来 就等着你出来 你一出来的话 我一修桥冲进去 直接打掉他的机械 这样他就守不住了 这坦克太多了 而且还得随时观察这个城黄色 你看我一直在切屏 看这个城黄色的动向 一直切屏观察他 如果他冲出来 我们就把基地脱走 坦克回房 因为我这个位置离家里比较近 随时观察他 你看这个城黄色 反正他就想 我也不着急 我就在家里摆阵法 等你来冲 你看他摆的这个碉堡 都摆了一个口袋型 坦克也摆了一个口袋型 就等我冲 你们说能冲的进去吧 他这个阵型呢 我感觉我就算比他多一倍的坦克 我感觉都冲不进去 他这个阵型太好了 而且他时间耗得越久 他家里的坦克会刷 对吧 会送 越送越多 越送越多 这下怎么办呢 所以说要想打他的话 只能用海军啊 因为我也看到了 没什么好的办法 只能用海军打他了 我们就提前造了四五个船厂 把这个钱呢 全部留的造海军 而且这个对手呢 他那个光灵坦克呀 都停在那个悬崖边上 对吧 我想去打他的海军呢 又不敢打 一打了就被他那个光灵给戳了 而且我这个海豚一旦显行啊 很容易就死光了啊 先造两个维修车把坦克修一修 然后再造一两个牛车踩踩矿啊 等这个航空母舰过来对吧 我不用海豚打你 我用航空母舰炸你 先把他的这个导弹船给他炸掉啊 但是呢 他有这么多海螺船 这个海螺船一在这里防守呢 我这航空母舰还炸不死他对吧 海豚还不敢过去打他的海螺 一过去打到海豚呢 就被他的光灵给整了 我们试一下看 但是不行啊 他又开始造导弹船了 这里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海螺船呢 我每次说他海螺呢 很多粉丝就说 这个叫海蝎对吧 其实我知道啊 为什么叫海螺呢 因为只要是红菌老玩家 都叫他叫海螺对吧 因为他有一个那个那个 罗帽一样对吧 就跟海螺一样 所以说呢 红菌里面呢 不是我不知道他叫海蝎 反正我经常一说海螺呢 最起码每天这么一说 就有几百个这个粉丝 微信给我说 这个不叫海螺叫什么 叫海蝎什么什么什么的 这个我早就知道了 N年前我就知道了 因为红菌呢 我们老玩家也都会给他起个外号 对吧 就跟电线杆一样 我叫他叫什么 跟那个光灵塔一样 我叫他叫电线杆 对吧 大头兵 这个叫磁暴步兵呢 我叫他叫大头兵 对吧 还有什么什么东西呢 工程师呢 叫他叫漏龙 这个防空船呢 我就叫他叫海螺 对吧 所以说只是取了一个外号 不是我不知道对吧 反正我每次一说 这个海螺呢 就很多粉丝给我留言 然后我们再过来炸掉他的导弹船 我是故意这样叫的 基本上只要是老玩家 都是叫他叫海螺 这个解释得有点多 感觉是不是解释得太多了呢 然后先过来对吧 先过来把这个海军炸掉 你看他 他那个防空船呢 一直保护那个导弹船 想誘我的海豚去打他 但是我不打你对吧 你防空船在那边 我就推到这边来 你的防空船只能过来啊 你这个海螺船只能过来 你不过来的话 我这边炸你 你怎么办 你的防空船在那边 如果你的海螺船呢 到这边来了 我的海豚就可以打他了 所以说呢 你在家里摆政法 享受游戏 等我过去冲 我怎么可能冲你 我也用海军打你就行了呀 哎 你的防空船 你看不行 这个防空船呢 一勾引我的海豚 显形了以后 就被光领船给整死了 你炸我呢 我也炸你对吧 我的航空母舰比较多 用航空母舰慢慢炸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得造点坦克啊 也造点坦克 因为他有可能会受不了 受不了以后呢 就会冲出来 你还想在家里享受游戏 那肯定不行的啊 一般都是我想说游戏 怎么可能让你想说游戏 等我过去冲 然后把他的这个驱逐舰也给他打掉啊 打掉以后呢 这个对手现在就守不住了对吧 马上就丢了制海拳 你能防守得住我十艘航空母舰 你能防守得住我一万艘吗 你现在家里防空很多啊 防空很多 我们准备造一万艘 然后先把他的海豚拆掉 这里还有几个海豚啊 把他海豚全部解决了 我们就准备开始造航空母舰 你不冲出来 你看他的防空船终于过来了 你到这里来我就敢打你的啊 因为你的那个光联坦克覆盖不到 然后这个对手受不了了对吧 嘿嘿你不是在家里摆阵法吗 等我享受啊 等我过去冲啊 怎么冲出来了 你冲出来了我就不怕了呀 因为大家都在外面 这个摆开架式打的话 我就不怕他 因为往上冲 他那里有地堡 而且路口比较狭险 你看你冲出来 瞬间你这个坦克就守不住 我是正规军 他是杂牌军 对吧 他都没有升兴的 我这个小飞行升一星的 然后基洛夫过来 我提前准备了三十多个防空车 而且防空车都是升一星的 直接把他基洛夫打下来 老坦克不管了 直接往里面冲 往里面冲呢 直接扫掉他的防空车啊 扫掉防空车呢 我的海军就可以炸死他了 海豚守住 他那个刷海军的点啊 他刷的几个海军 我的海豚就可以整死他 然后再把他这个防空车给他炸掉 他还有几个油点 直接用坦克过来压死你的油点 然后呢 再打掉防空 打掉基地 再把家里坦克派过 这个香之位呢 他就守不住了啊 所以说呢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这个陈王社呢 他趁我打油里改的时候 他不敢出来 躲在家里摆好阵型 以为我冲不进去 你看瞬间他就没了对吧 因为他没有拿到制海拳 他要想这样摆阵法的话 他一定要多招一点潜水艇啊 最起码得招一百个潜水艇 抢到制海拳才能熬阴啊